这个国际足联比赛日窗口期 阿根廷队与梅西吸引了最多的关注 但随着热闹与喧嚣散去 球迷们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中国男足 集中在首次开张纳克的大连缩鱼湾足球场 上次看是试育赛在沈阳提一了 我是那是上一场看的 是正好有机会还在新球场 所以说来看一场支持一下 真理直来的 支持国足 比上班重要 为什么 信仰吧 怎么说呢 我们这个国家吧 无论从政治军事科技都是一等一的 没道理足球不行啊 这就是我的期望 时隔747天国足重新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 这747天里 中国足球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有些不堪回首 但是为老队长郑志 办一场退役仪式 还是向外界表明 有些人有些事 值得在球迷的记忆中留下一些痕迹 我在整个的这个青少年时期就一直看着这个政治踢球的 我希望将来国家里能涌现出越来越多像这样政治这样优秀的球员 中国队和缅甸队的这场比赛是大连缩鱼湾专业足球场第一次承接中国支队的国际比赛 在现场两万多中国球迷的呐喊声中 杨格维棋指挥的这支国家队能够交出怎样的答卷 让我们拭目以待 时隔747天国足重新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 全场超过两万七千名球迷给予国足的是全力的支持 哪怕对手是世界排名比国足低很多的缅甸 但是对于第一次在主场作战的外教杨克维棋来说 这正是他所期待与需要的 球场的氛围是无与伦比的 到大连的第一天就感觉到了这座城市给予我们的支持 所有的队员见到这种支持力度都会很兴奋 我们从热身一开始其实就体验到了 尽管比赛前十分钟 吴磊连续错过了进球机会 尽管缅甸队曾无限接近率先破门 但最终国足还是在第29分钟 由张宁鹏打破僵局 缩鱼弯足球场内瞬间化作欢乐的海洋 确实主要链来了之后 对球队的变化大家也显而易见 我们踢的更像一个整体 然后一起进攻一起防守 觉得这个是世界上先进的足球理念 但是在一些细节上面还需要提高 张林鹏的进球打开了国足的胜利之门 而六分钟后 大连人队球员林良明的进球 则获得了更高分贝的欢呼 虽然此后国足连续有两例进球 被VR裁判吹掉 但国足进攻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止 随着吴磊连进两球 比分被定格在4比0上 杨可维奇指教国足的首胜 也终于来临 能在主场赢球总是感觉不错的 所有的队员都表现出来了积极的精神面貌 也表现出来对赢球的渴望 我们队员也明白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保持临风对手也很重要 当然有战术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调整 总体上来说是一场积极的胜利 6月20号也就是下周二 中国男足将继续坐镇缩鱼湾足球场 迎战第二个热身赛对手巴勒斯坦队 相比于世界排名160位的缅甸 世界排名93位的巴勒斯坦队 显然是更具热身价值的对手 4比0大胜缅甸 六次将皮球送入对方球门 中国队将一份大礼 献给了大连缩鱼湾专业足球场 现在这里已经归于平静 期待着中国队四天之后 迎战第二个热身对手巴勒斯坦队 天使体育记者发自大连的报道 由于在中场联赛中的优异表现 天津金本虎队的队长王秋明 和边后卫明天得到了国足主帅杨克维奇的召唤 进入新一期国足集训名单 从风格上来讲 王秋明属于覆盖两个禁区的中场球员 而明天则是进攻属性非常突出的边后卫 不过毕竟都是国足新人 没有参加此前和新西兰的两场热身赛 因此金门湖两将都没有进入首发阵容 而当比赛进入到下半场 场面陷入胶着的时刻 作为中场组织者 王秋明被杨克维奇替换上场 完成了自己在新一期国足的个人首秀 首先肯定是很激动的吧 也感谢教练组给了我这次机会 然后登场之后更多的还是专注比赛 执行教练的部署 按照对位换人的原则 王秋明换下国足八号徐新之后 自然而然站在球队后腰的位置上 和王上元搭档串联球队中前场 而从站位上来看 王秋明的位置比王上元更靠前一些 这样的位置安排 也更为接近王秋明在金门湖队的场上位置 登场之后 王秋明一上来就获得了一次主罚任意球的机会 而他和王子明的投球配合也形成了威胁 而随着王秋明等生命军的登场 国足给予了对手更大的压力 也正是在高强度的逼抢带动下 吴磊连进两球 为国足锁定胜局 我觉得正常吧 希望自己可以更快的适应这个团队 期待可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赢得比赛肯定是开心的 也希望之后的比赛自己可以有所贡献 以30岁的年龄迎来自己的国家队A级赛首秀 但王秋明这个新兵在比赛中并不保守 敢拿球 敢向前 敢和对手进行身体对抗的特点 展现的比较充分 而在国家队良性竞争的氛围当中 他也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我觉得是一个很团结的团队 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 队内的氛围都非常好 队里有很多有经验的球员 我要向他们多学习吧 为国家队尽我所能去复苏 天使体记者史天伟皮男 发自大连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